当一个人已经破关子破摔了的时候就这样吧 我先去 他这个东西 其他 美妆吧 我现在就是这种双开啊 双开了 我挑战一下 我觉得憔悴就憔悴吧 没有就这样了 大家给就这个啊 就 真的感觉两个 我现在这个光线还行吧 我现在这个纯自然光 这就完全自然光 我 随缘了 就完全随缘的一个直播了 就这样吧 让你们见识见识化妆的力量 换脸行动 现在开始 也是被疫情 为什么现在的光比刚才的好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现在的光比刚才的好 我也不知道 终于跟到一次 来我今天就 大家520 520罐 你今天纯素颜 我想 就哎呦 我的天 我给我脸上的痘痘都很明显 小雀斑啊什么的 小痘痘啊 都特别特别明显 嗯 还没有眉毛 眉毛刚才被我刮掉了 现在先让我来 打个粉底 我是不是应该放个BGM 但我就跟你们聊天 要放BGM吗 要放的话 我现在去找一下 找一下 要BGM吗 不要吗 不要 那我就来了 我自己 自己倒倒了 行 我一般都会用这个 用这个蛋 然后上点水 这是我的 一个用了很久的粉底液 嗯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粉底液 先 直播化妆有点紧张 哈哈 哈哈 就把自己的素颜 直接敞开给别人看的 给敞开 那个 敞开给别人看就很紧张 像素很糊嘛 因为我没有打光啊 好几年没看到我了 不至于不至于 我就 哎呀 我开了两个手机 哎呀 你们发现了 哎呀 这是我化妆比较懒啊 懒蛋型 懒蛋型 化法 就是 就我化妆 呃 你大家化妆的时候 都是不是很喜欢 就是把所有的粉底 就是拍云到脸上 然后 顿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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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 就把你的粉底液都集中在 这个位置 这个这个三角区域就可以了 就这个三角区域 然后剩下的晕开 自然晕开 自然晕开就好了 我 我其实也不太爱打遮下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粉底差不多 就能把我 想要遮的都差不多遮住 到后面才会 有一点点小感冒 然后嘴角 就像我们 这上面不是多出来的这个粉底 就是会往旁边 晕晕晕 稍微遮 这个痘痘我一会告诉你们 怎么遮哈 头发分你们一点 头发 头发 你们不要熬夜 头发就能长出来了 你们熬夜或者这个地方 分泌的油脂过多的话 就会让你们 秃掉 我两边的都有看 你们不要以为我没有看 因为我同时都可以看得到 男生也可以化妆啊 我男生怎么不可以化妆了 男生 男生这个方法 今天没有公主 今天没有什么公主吗 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公主 像这样子粉底基本上就 因为只是日常妆 我没有化那种很刻意的 就是舞台妆 生活妆 或者是怎么样 但这种时候我自己是不太喜欢上 上散粉 散粉的 我会 因为我后面还会再补一层粉底 卡粉啊 卡粉的话 你一定要做好你的保湿 你的保湿做不好 你 你化多好的粉底都会卡粉 脸上长痘 脸上长痘 你不要老用手去抠你啊 去 如果 那个条件允许的话 去 去美容院去 稍微去挑 就是挑挑 让他们去帮你清理 因为你看 我也长痘 我也长 我脸颊两边两边也长 还有我的鼻翼 鼻翼不是长痘的 是它泛红 所以我这块 我有时候就是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 嗯 对化妆的时候一定要 也要把鼻翼要遮掉 就是鼻翼是要 鼻翼这个叫红彤彤的是要遮掉的 因为我鼻翼这个 我鼻子这两边会有点爱泛红 如果大家家里有蓝色的 紫色的那种 高光可以在这个地方上面画一条 我今天用的是 我今天用的是 这款 懒得遮了 我今天也不要干嘛 就是520 就是520 突然想到 要画个妆 然后我一般化妆我看 因为我新到了一盘眼影 我新到了一盘眼影 不是新到了 是我之前买了没有拆开的眼影 让我找出来了 我今天想试试它的颜色 所以今天才突然窜出来说我想画个妆 哈哈 你一个男的 化个妆晚上约会嘛 化个妆晚上也没有约会 只有我的邻居 我在等他们过来 跟我一起吃饭 一个人吃饭很寂寞 因为我在上海已经被困了 从三月底 三月二十多号 然后 一直困到了现在 被封到了现在 我不爱定妆的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后面还会再补一层粉 因为我跟大家化妆技巧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你们要化眼妆的情况下的话 要先在 就是 我的刷呢 那是刷子呢 你们等一下 不是这把刷子 我过得好粗糙啊 完了 刷子不见了 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的颜色 这个是我手 这是我手的颜色 我脸会有点通红通红的 是因为我可能 是个热血青年 有什么办法呢 刷子呢 我也要一丝买刷子 这是如果大家就是要化眼妆的时候 先在眼睛这个地方 但是你们是喜欢用散粉 我是喜欢用这个 我喜欢用这个 我喜欢用这个 这是我用了好久的 我是有白头发 热血青年嘛 就是就是刷子 先稍微给它 就是刚眼睛上面就是有会应该会有卡粉这种情况下 给它拍匀 然后拿刷子 沾一点粉 给它打一个底 然后眼睛这个地方 先刷 但你不要刷太多磁兰粉 因为你有时候后面还要再加一些 比如说高光 暗影 你打完这些 你先刷一层粉上去之后 你再弄这些 然后你的粉就会卡 一顿卡 真的会很卡 因为其实我都推荐 先化完眼妆再上粉底 但只是我的个人习惯 因为我已经掌握了某些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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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在你夜深靠近吧 因为我在你夜深靠近吧 直到你睫毛轻刷着你脸颊 直到你抵头全闻到你长大 你说好吧 然后现在拿一个眼影 眼影铺色刷 画了眼妆再上粉底 不会啊 你不要再上 不要再上就是眼睛这块的粉了 就是我基本上就是 先淡淡的上一层粉 因为我的脸是属于干性皮肤 容易卡粉嘛 我容易卡粉 如果我先上完粉底 然后再 在那个 再铺一层散粉上去 然后后面画完了之后 我再又加高光啊 又加乱七八糟的东西 又加塞粉 我这个地方我的粉就会卡成一坨 嗯 然后这是我今天 这是我打算新式的 嗯 这是我打算新式的一个颜色 这个叫什么 奶茶 奶茶 奶茶色吗 怎么打粉了 有点像 小鬼 我下次等我等我疫情结束 我我我找一些男装 我去我去搞个小脏辫 好吧 我让我看看是 我到底有多像 烦爱怎么会怎么能这么说一个女生呢 你应该说你貌美 貌美 貌美 貌美如花 怎么样怎么会 要烦我 他没有我白 我不管 然后我先刷一个 我就会先刷一个白色的底在这里 就这个眼影我没有试过这个颜色 我也没试过这个颜色 所以我会有点手生 我已经大概相信 两个月没有化妆了 我今天会画的比较粗糙 大家见谅好吧 只是因为520了 我觉得这么有仪式感的一天 就应该 化个妆 我捐头发我人也要出得去啊 我上哪捐啊现在 因为我 我头发也要等疫情结束 我人能出去了 然后 那个医院也能够收快递了 然后能够收到我的头发 那我才能去转啊 所以我只能先留着了 所以你看两边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只是今天想做个实验而已 我只有两台手机 所以我只能两个平台播 如果我有 如果我有很多很多手机 上海好玩啊 上海平常 下架我选哪个颜色呢 叠加吧 今天 今天 小公鸡点到谁 我就选谁 算太快了 就想画一个就是日常妆吧 因为今天只是湿色 我也不是很敢 但这个上出来的这个颜色 确实还蛮 就还蛮 蛮蛮 我这个痘痘是真的好烦哦 是因为有可能是因为满虫 我之前买了个枕头 然后我忘记套枕套了 就一直在用着 然后该洗 该洗 该洗的时候就没有换掉它 然后 哎可能是有满虫 就是我化妆会喜欢就是 眼影上面多的这种懒人化妆法嘛 就是有什么蹭什么 就眼影刷上有的颜色 我就全部 全部蹭一下 没有跟我说 那没有跟我说呢 我也不知道有发这种东西 我有可能看不它过来 就是这只是一个普普通的换脸过程啊 等一下 有微信 今天就想 然后后面就换 哎 这个颜色我换是一个深色 深色点吧 今天就是这这这条吧 一二三今天就是这三个颜色怎么样 好的 换一个小一点 因为它深色的刷子 就换一个小一点 换 他这个颜色好淡啊 我觉得这个颜色好适合 生活妆 哎 谁都想让自己变得漂漂亮亮的嘛 哎这个颜色上出来还可以 就是我上的今天有点粗糙 晚上等晚上晚一点 我把这个妆化完 我去吃两口东西 然后等我的邻居到了 我就一起 跟大家一起 我再再开个直播 大概得七点多吧 七点多以后吧 我先就 看一眼 就是这样 这三个一一二三 实在是没有经验 毫无经验的一场直播 想突然想做个美妆博主 哈哈哈哈 你说好久没化妆的人 有点兴奋 我总共我就这两个手机 大家这个时候真的不要再给我发微信了 我先走了 刚刚刷的幸福到万家的花絮啊 其实我感觉我的妆就差个眉毛化 哈哈 啊 救命 怎么办 我不想化了 然后 因为我不喜欢先画眼神 我喜欢先画眉毛 画个眉毛吧 哦 我的 给你们看我的 我的眉笔现在就剩下这么一小截了 我如果用完了这一小截就没了 哈哈 眉笔都没有 再封下去 我 就连眉笔 眉笔都没有了 实际有点梦 我有点感冒 上海现在在下雨 哎呀 哈哈哈 直播双开 所以你们看完这滤镜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我画眉毛不太喜欢画 就是前头不会画很多 就是画眉毛一定要注意 不要就是去追求什么一字眉 然后或者大条眉 你要看自己脸型合适不合适 然后不要一味着追求就是 啊她们画的这个妆好好看 我一定要去学 这种妆不一定会合适你的脸 一定要选一个自己适合的 那种脸型 我以前我之前拍戏的时候 眉毛就有剃过呀 会剃的呀 要剃到细细的 然后后来 让我把眉毛画完 链接啊 链接没有 我不卖货 我只是自己在用 我不带货 让你们失望 我不带货 因为没有人看我的直播啊 为什么要带货 你看这就是我画的眉毛 跟不画眉毛的 我还没有画完啊 这边眉毛 我现在眼睛有点肿 有点没有消肿 我化妆可慢了 就是爱墨迹 所以我化妆就 然后 你看这是画的眉毛 这没有画眉毛 真的以前我一直有 我有一段时间是一直在追求 就是要画一个那种 就是平眉一字眉 就是一定要画成 这个样子 没有把眉毛全部都 全部都削下去 就把这个地方全部都削下去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 爱我的脸本来就属于 短宽的那种类型 那样子画就会更难看 就是 对 一定要还是适合自己脸型 就现在会画有一点 有一点点眉毛 就是会上来那种 这脸会整体拉长 先把这个形状画出来 打造成这个中间的 就是 我去看这个形状画的 我去看这个形状画 那我去看这个形状画的 就是 我去看这个形状画的 新手畫眉毛你們就不要上來 就是咔嚓就畫成一條線 然後要一點一點的往上 一層一層的往上刷 因為其實眉毛我覺得是一個 一個整體的妝容裡面 蠻重要的一個部位 就是千萬不要把眼眉毛畫得像兩條毛毛蟲 雖然我現在好像也有一點 我現在有一點像那種 讓它如同的毛毛蟲 但是我在抖音上這樣子 或者在這個口袋上面看的話就 你不畫重一點不明顯 我自己其實看鏡子裡就還好 就是這種日常生活裝就 不要太太濃 你太濃的話 在路上看到那種 大家都很休閒啊 那種妝容你會覺得自己格格不入 但是你完全不化妝的 然後到辦公室裡 就看到大家 都是精髒 很精緻 又覺得自己 嗯 是不是太邋遢 然後會用 會用一點眉粉 然後眉粉 我不帶貨 所以我不告訴你是什麼 然後用淺色的 用淺色的這個地方 去刷一刷 刷一刷前面的這個地方 給它刷勻 那你不要給它刷成就是這種 這種錯誤的 給你們看一眼 就是這種 就刷成這個樣子 不要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犯這種 錯誤 就千萬不要刷成這個樣子 會 就是這種正正方法 就覺得 嗯嗯 這個人好怪哦 但這種還是可以 好像不是很好救的樣子 哎呦 完了 我救不過來了 這就是不打粉的好處 救不過來的時候 給它擦掉 然後用這種小 這種粉 我真的很粗糙 我真的不會化 我其實真的不太會化妝 我就大概起懂一點小技巧 而且我已經兩個月沒有化妝了 我手有點生 不要嘲笑我 我現在化妝 我的技術 這抽合吧 抽合過吧 還能 還能怎麼地 還要怎樣 就是 能化 能 明白東西 今天我就是 今天我就是 大美 我不管 今天盡我注意 必須誇我 誇我 誇我好嗎 誇我 誇我 有點風 我吃到有點風 等一下 好嗎 我一直播不會化妝 更不會化妝 哈哈 你們 我為什麼會 那就只能上我的 對 我要幹嘛來著 我先看眼眉一下 你 等一下我看眼眉 所有人 真的 畫得很好 下次別畫了 你說什麼 你在罵我 別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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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別罵 我知道錯了 我畫得很好 我畫得很好 好 這是搞到一堆新的東西 然後就 都想試一試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暗影啊 什麼什麼 什麼亂七八糟的這種 這種這種 這種東西 給我留點面子 留點面子 看我開始塗他啊 我塗他 塗了他鼻子就變小了 哎呀 我在教你們 你們聽我的 你們聽我的 你們信我呀 塗他鼻樑就高了 他鼻樑一混就高了 你們等一下 我不愛給你們 就是化妝的那種 那種直播視頻 就是因為真的 他有的時候過程中 都會很搞笑 那你們為什麼 就那麼愛看 我也不懂 我就不懂 是不是鼻翼就小了很多 是不是 有沒有 有沒有 就問你有沒有小 我是塗多了 我塗多了 你不要說 是不是 是有人敲門嗎 是有人敲門嗎 你們別這樣 你們別這樣 你們整得我很害羞 你們整得我不會了 你們等等 就是塗多了嘛 不重要 你再給它蓋回去就行了 你高塩粉 你再給它蓋回去 這就是不塗散粉的好 就是你可以一直在不斷的補粉 我塗不回去 我塗不回去 都怪你們 我跟你們聊天 我就會分心 哎呀 你看鼻樑又寬了 呀 呀 白塗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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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怎麼這樣啊 跟你們一個 一個困 哎呆 給我折 你看 剛才本來細了 又寬了 哎呀 你們煩死了 就你們一笑我笑了 我緊張 我一緊張我手就抖 我一抖 我就 我就 你們 你們太過分了 我 鼻影刷 好了 如果拯救不回來的話 教你們用這種 用這種 用這種東西 就是 就是這種 按影刷 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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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大岔不 大岔不岔 你看這 哎 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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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啊 一點點刷 一點點 被你們整的 哎呀 煩死了 吃了一天我來被你們氣死 煩死了 吃了一天我來被你們氣死 怎麼能這樣子呢 我的 高冷的女生形象就沒了呢 這東西就跟畫畫一樣嘛 因為我刷的會比較淡 你看 鼻子小了很多 鼻樑高了起來 有沒有 就問你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你看這鼻樑不是一下子就回來 一下子就有了 有了 有了 對吧 瞬間就有了 你都不需要去搞什麼東西 沒嗎也有了 是吧 雖然我的技巧很差勁 但是 就問你 有沒有 然後還有 那個 什麼 東西 然後它有一個這個高光棒 就是 這個 點一點 點一點點 這場實際上已經不是一場普普通通的直播 不是一個普通的化妝直播 這是我的 尊嚴之戰 我的刷子呢 高光刷 啊 然後 然後 把它塗開 好 鼻樑 鼻樑 就說有沒有 有沒有 鼻樑 有沒有 有吧 我 但這個技量你們就不要學我的這個技量 你們自己就手淡一點 我大概就是告訴你們差不多有這麼個東西 鼻樑有了 鼻子變黑的不重要 一會兒它就白了 它一會兒就白了 然後畫什麼 加點眼影 加點眼影 你會不知道畫什麼就是加個眼影吧 這個奶茶色真的好適合生活生活用妝 但不太適合那個 就不太適合那個 就是在這上面 就是感覺看不太出來 就是這個顏色就是你們 就看得不太明顯 但這個 它這個唯一的好處就是它可以 隨便上 你想怎麼上怎麼上 這個顏色 還蠻好上色的 就是很隨意的上 粉嘟嘟的 就哪怕你大面給塗抹 這個好適合 我知道我自己拔不下來 我一會兒找 看我鄰居能不能幫我 薅下來這個頭髮 然後 對多的地方 就刷到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你的臥餐也刷出來 就不用像他們那樣子 網上的那種畫法 就是還要在這個地方加一點兒 然後那樣子的畫 這個眼影你看這個是最深的顏色 我畫的根本看不出來 就是很 我在普通的鏡子裡面 也是看不出來的 因為我旁邊有面鏡子嘛 就是完全看不出來 很生活這個 很生活很生活這個顏色 我還是蠻推薦的 嗯 它寶寶已經出院了 寶寶已經出院了 有一段時間了 它都已經滿月了 寶寶 什麼有點像那個櫻花的那個妝 差不多吧 但是那個妝 我之前的 之前的所有妝 你們在我抖音上 基本上就是 上一個月 二三月份看到所有妝 全部都是由這一盤眼影 畫出來的 就是全是用這一盤眼影畫出來的 因為我沒有別的眼影了 沒有進化 我嘴巴好乾 我塗個唇油啊 我生小孩 我沒生 我沒生小孩 這個不是 這是DHC的 肿拋眼 你千萬 肿拋眼的話 我不推薦你們用粉紅色的 嗯 會推薦你們用粉紅色的眼影 肿拋眼用大地色的會比較好 因為我就是偏肿拋眼的 但我消肿的話就不太會 對 就不太會那麼腫 今天擁有一個 我今天買了一個新口紅 但我眼妝還沒畫完 怎麼會是 怎麼就讓我畫口紅了呢 我還買了不同顏色的 這是睫毛膏 睫毛打底 這是一個紅色紫色眉紅色 我還不知道今天用哪個刷睫毛呢 我剛想試試 就今天研究個新的妝出來 居然還沒完嗎 沒有 沒完啊 我還沒夾睫毛呢 我還沒有夾睫毛 我還沒有畫眼線 我嘴唇就 欸等會兒 真的好粗糙啊 我好像個假的 我沒有生孩子 我沒有生孩子 為什麼會有這種奇怪的傳言 我這個 剛都有蹭掉了 因為這邊 我被笑死了 我夾個睫毛了 睫毛 就不要給他夾的這種直愣直愣的 就輕輕夾 哎呦 現在打羽毛球 現在手有點抖 打太狠了 輪戰 我一個人輪戰好幾個人 從大到小 今天就用一個 你看睫毛就已經夾翹了 看得到嗎 呃 看不到 我把鏡子拿下來 就是大家如果說睫毛不是很好夾的話 推薦大家用一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你們自己上網搜哪都有 就不用買特別貴的 就是那個叫睫毛什麼腳蛋白 是吧 那個東西叫 然後就可以把那個自己的睫毛燙成那種像小太陽花那樣子 平常你不化妝 你如果平常不化妝的情況下 你也可以就是會有擁有翹翹的那種睫毛 對你們自己去搜這個我就不會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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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有畫眼線 我喜歡最後畫眼線 今天刷一個 紅色的睫毛膏吧 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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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它其實這個是一個睫毛大底 我看看今天晚上我能不能拍點照片出來給你們欣賞一下 剛剛刷水是這種 看不清 下巴上是個痣 哦 紅色的 睫毛大底還挺好用 就是容易顯得眼睛很沒有神 就我今天這個妝我說實話 我化妝品還用什麼牌子 我我我化妝品用的很亂 我沒有固定的一個牌子 嗯 就畫一個比較 而我的眼睛是屬於那種有點就是不單不霜的那種眼睛 嗯 拉拉拉 我鄰居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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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 我來的 我來的 你們兩個 交給你們兩個 我鄰居來了 我給我餵的飯吃了 我給我餵的飯吃了 鄰居就是 你們不認識 我就畫這個妝見人 怎麼辦 化妝好累啊 我現在我的家已經全全 我已經可以了 這兩個已經皮都掉完了 我天天 鄰居不是藝人 他們不是藝人 他們不是藝人 他們是就是 之前我有介紹過 就是 對他們兩個知道我在開直播 我跟他們沒有說過 我現在就 我剛到哪 我剛到哪 下一個人說 我不太喜歡畫 就是夏天嘛 我不太喜歡畫太濃的妝 就是畫 畫了一半 眼線就畫一半 聽得像我一個人在自言自語 怪嚇人的 說的也是我也覺得怪嚇人的 沒有沒有戳到眼睛 你們畫完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哎 我剛要幹嘛 我天哪 今天化妝 腦子不在線 眼線畫一條畫兩條 畫一條 畫一條 眼線一般都是三條 畫一條 我畫半條 我畫到這個位置 我只說話沒有喝水 所以會乾哪 所以會乾哪 畫到哪兒了 我剛用這個 我剛用的是這個睫毛膏 是吧 我還沒刷完睫毛膏呢 誰幫我拍照 我當然是我鄰居 萬能的鄰居 因為我跟他們說了 今天讓他們幫我拍照啊 讓我爸他們拍得怎麼樣 就靠他們了 讓我壞 我一個三無人人 讓兩個業主幫我做飯 我覺得我也挺不是人的 不好壞啊 我今天這邊都沒夾好 睫毛沒夾好 因為我平常化妝要 好好化妝 我要兩個都要使呢 今天又想畫著玩 好 對呀 現在一個人住啊 這是新 也是一個新到的腮紅 我看看 我試試這個顏色啊 我還能有遮痘痘 對對對 說我都忘了 就如果你們這種 不是很大顆的這種痘痘 像我這種就是 小顆 就這樣一顆 就這樣一顆 兩顆 然後這樣子的一些痘痘 我再遮一點點的粉啊 因為我剛才粉沒有鋪那麼多 就是 先在這個區域上面 把蒜紅的地方遮一遮 因為剛才你們化妝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已經蹭掉了很多了 不用覺得會卡粉 因為 第一層粉塗得很薄很薄 因為 那個 這個 這顆蛋就已經把你的粉 已經吸走了一大半了 唉 我手高的不炸 那 我手高的不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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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的T區 因為很多時候我覺得用那種 特別特別特別多的那種化妝品 把自己的臉化完之後 都覺得特別的 不生活 我還是比較喜歡偏 生活一點的 生活妝一點 像我現在鼻影抹多了 大家就不要學 都被你們禍禍禍的 都怪你們 我塗眼影了 塗了一點點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用多餘的粉 去鋪一下 然後再用你們的遮瑕 像這種 像這種遮瑕 就 選一個跟你們膚色比較接近的 然後 遮瑕 去遮它 因為像我這張臉 這個位置就 其實就 這兩塊 這個是我天天 雀斑有點面積有點多 就是兩個顏色混在一起 就是 這兩個顏色混在一起 旁邊有個小的調色 調色的位置 就稍微調一下 我不太 妝前塗遮瑕 是塗像這種 眼袋 和這個 這個叫什麼法令文位置 像這種痘痘 我不推薦 就是因為痘痘少的人 就不推薦 裝前了 可以裝後 我是 我是偏比較喜歡 就是那種 就盡可能少用東西的那種狀態吧 然後多的還可以把你剛剛 化妝畫得不是很好的地方都遮掉 然後嘴角 然後像這邊的這個 像這邊這塊這個位置 我這個地方也是有點小斑啊 小痘啊 稍微顏色深的地方可以遮一遮 不用特別多 那我這個地方就起了兩顆痘痘 因為我不是美妝博主啊 我也不會教你們 什麼有什麼東西 現在說有什麼特別特別好 痣會遮呀 像鼻尖有顆痣我就會遮掉它 平常的日常妝都是我自己畫的 然後像這邊有什麼小切斑啊 這 該這個遮起來 當然我平常不太遮 今天就給大家一次一次遮一下 我平常就是粗糙 粗糙就粗糙無所謂 今天的妝真的鼻樑畫得好失敗 看該遮的都遮完了 看這顆紅色的痘痘也遮下去了 因為遮瑕化妝品它本來就會堵塞皮膚啊 你在那個 你在用大面積的遮瑕去堵它 然後再遮上粉 然後又塗上乾粉 散粉 暗影 側影什麼 乱七八糟的東西 你這會讓你的皮膚更不好啊 鼻樑 鼻樑 我的一生之敵 我去打個鼻子吧 救命啊 是這個種 然後這是新的 這個也是奶茶偏奶茶色的這種腮紅 就不太不太確定伎倆的時候 就可以先在這個殼上面蓋掃掃一下 我的鏡子呢 我怎麼一直在對著手機畫 搞得不好這個 頭髮不是接的 頭髮是我自己的 他有點好傷心 他有點好傷心 就說一定要試一下 他真的可能會疼 不要慌 那就 那就 那就讓他走這種 就走高原紅路線吧 什麼妝都可以救 那麼 他逼我的 給他暈開 就讓他暈開 掃開他 當散粉用 反正今天也是紅色的睫毛 紅色的那個什麼 乾脆就讓他大面積的走 這就叫做你們 你錯誤的化妝失敗 沒有關係 能救他 今天我們就粉嘟嘟嘟些好吧 今天就是白爛型化妝髮 對 徹底白爛了 就是已經畫畫過去了就是已經畫到這個位置了 不要怕 不要慌 我又要告訴你們怎麼解決 我不是零四一 我不是零四一 我是零四一 2.0 肉眼可見在這邊就是重是吧 因為之前上手上狠 然後給他再加點 乾脆就補上吧 下紅是 南瓜色吧 還是玫瑰的忘記了 就是畫多了 不要慌 你就讓他多 多就讓他多 多有多的活法 對吧 那就把這個地方 把你的太陽穴 這個這個眉骨 這個地方 這塊葉 掃一掃 我永遠畫完 裝左右臉都是不對稱的 因為 然後把多的地方直接鼻子上也掃一掃 掃掃鼻子 三紅不是奶茶色吧 我老了 正常人都會老吧 我 雖然我 我兩歲出道 我兩歲出道到現在 三紅算是補救完了 嗯 然後 給他這個地方塗一點 其實這樣有一個有一個優勢 就是你們不用再塗那個暗影了 你們三紅已經把你們的暗影頂掉了 擺爛型化妝髮 然後切個霜一筆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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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霜一筆貼 然後我喜歡就是這種正常的就是這個霜一筆貼前面都會卡一點點 啊 這是我就是因為我眼頭會有一點內線 所以就是會貼一個雙眼皮也撐一撐 520塊呢 就是雙眼皮 因為你會看到這兩面眼睛就是明顯的不一樣了 但每次都貼的時候都很隨緣 讓我看一看 讓我看一看還有 我霜一筆貼 看我霜一筆貼就剩這幾個了 我這個結束了我也就 疫情再不結束 我也真的是 我不配化妝了 化妝品都沒了 眼睛立馬不一樣 因為我有多層雙眼皮 你看我這個地方是 我基本上就是夾了一層 所以我一定要把這層貼起來 如果左右眼很不對稱 你看現在貼完了 眼睛就大了很多 然後還有一個小技巧 這是我個人的 我個人喜歡的就是 找一個 這是剛才畫美粉的 這個小刷子 像你那種擺爛型畫法是什麼 就是擺爛型畫法就是 拿這個顏色 拿這兩個顏色 勻勻 在你的眼角眼尾這個地方 稍微刷一點 就這個地方稍微刷一點 就會有眉眼彎彎的感覺 就是在這個位置啊 我去跟你不做示範 我沒有照鏡的話 然後再掃一點點 大地色上去 就你們拿美粉的這個 來刷就行了 掃一點點就好 然後還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 棕色的 棕色的這個 眼線筆 然後在這個地方 眼尾這個位置 就是稍微加那麼兩根 加兩根眼線 就會感覺眼睛 就會感覺這個地方 睫毛放大了很多 我什麼時候塗口紅 我現在就要塗了 接下來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我嘴巴太乾了 等一下 然後我塗一個 然後我再潤一下唇 現在用的是一個 這個是什麼 睡眠唇膜 嗯 顺眠唇膜 我在上海這兩天都沒有在拍呀 嗯 是什麼雙眼皮貼我 我有機會的話我在小紅 小紅番薯上面跟你們分享吧 口紅就是我新買的一支口紅了 我看一看我新買的口紅 我看一看我新買的口紅 你們哪支是我的口紅 我一下我今天要配個什麼顏色的呢 我還有口紅嗎 我我新口紅沒有到耶 所以我我新口紅沒有到 我沒有口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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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好像也不太搭我今天的妝哈 這個吧 我今天準備有一點乾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頭頂頭髮那麼少 好煩 我頭髮也不少呀 好奇怪 這款色我用的不是很乾 就你們錯誤的話 口紅的方法就是這樣 不要 不要 這樣不要這麼塗 如果如果你們這麼塗 唇刷是個好東西 謝謝 這個口紅是什麼色 等一下哈 這款口紅我用了挺久的 然後很多人化妝是不會記住 把嘴角 就這個地方 要畫上 記住真的要畫 要把兩個嘴唇像斷開了一樣 然後 然後如果跟我失敗的話 這款口紅還蠻顯白的 這款口紅我看一看哈 什麼 看不懂韓文 什麼什麼淋巴 什麼什麼 就是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嗯 不知道 是一切都不知道 然後很多就是 要教你們一個 小技巧就是 如果說你們口紅就塗的 就是總覺得 塗的很死板 就可以把好朋友 擦一擦 用腮紅 就很多人不會 不會塗口紅嗎 如果塗的什麼 畫個唇線呀之類之類的 那就 那就 然後再給它塗成咬唇 又會覺得很 很不好看 那就 教你們 不會暈染唇的 就用這個方法 就是 你們拿這個顏色 拿把乾淨的刷子 拿把乾淨的刷子 然後 刷點你們的腮紅 然後去掃你們的唇邊 然後去掃你們的唇邊 這樣就不用怕你們 畫不好口紅的唇線這個問題了 沒想要用這個口紅吃一吃就掉了 然後用手稍微塗一塗 暈暈 因為現在不是很流行那種 就是把嘴唇塗 染出唇線的那種位置吧 然後用腮紅的話 就會比較 比較偏向於就是 剛好那種自然暈開 然後你又不會圖唇線的那種人 最適合用這種 然後就是有一種那種 就是52022 然後你們就會有那種 貼貼 貼貼的那種感覺 但是還有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 就這個位置 很多人都會就是 用這種普通的 就是暗影 很多人都會這樣子 落三胡 就是 你可以嘗試這樣子掃 就不會畫的人 你 正常人都是這麼掃 我們都是這樣子 往後掃 我們倒著掃 就是 倒著往後掃 而且你塗不准的話 你就是從深色這個地方 就是輕輕這樣子一撇過來 就是 盡可能用淺帶著深 不要上來就用很深很深的顏色 就會真的像落三胡一樣 你就這樣輕輕掃就可以了 然後全骨高的 可以在這個地方 今天就換臉教程 那當然了 我全骨高呀 就是這個地方是要掃進去的 尤其我現在瘦了的話 全骨就會更 稍微打一打嘛 我磨磨唧唧我可以花很久 我這個妝可以花很久 而且我會越花越精緻 雖然我很白爛 但是 對 今天的妝就差不多 好大家以為覺得好了吧 那 要不要再加點什麼 你好眉毛沒有畫 沒有畫漆 這邊畫高了 這邊畫低了 然後像 像很多人都想 就是 我今天眉毛高低是畫的不太一樣 高低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給他 我救一救他吧 差不多了吧 這次兩邊差不多 好 然後有穿字紋的 如果你們有這個地方有穿字紋 首先你們先遮一遮瑕 我是有一點點了 因為平常皺眉 我近視眼 然後不愛戴眼鏡 皺眉會皺得很 就經常這樣子 就要看 因為我不近視 啊什麼東西 感覺我很 感覺我最近很佛 我最近很佛 我確實蠻佛的 我 怎麼說呢 嗯 每件事情總有人在做嘛 對吧 我可能去做一些 我去我所謂力所能及的事情 但是可能會佔用到 我去營業的時間 嗯 對 我這個妝我從4點多開始化 化到現在是嗎 所以你怎麼知道我平常真的不愛化妝 我化妝好莫及 而且甚至我現在 如果按照我平常的化妝步驟 我還沒有化完 我近視 兩百多度吧 兩百多度 我的作品快播了 大概 我這樣吧 我預測一下 什麼時候解封 我的作品什麼時候播 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只能 什麼時候解封 什麼時候播作品 都這樣了 去做個 去 去做個頭髮 今天摘個馬尾吧 今天就 今天摘個馬尾嗎 嗯 我想捲個頭髮來著 晚上想拍照 大馬尾不太好拍照 如果大家不會弄那種 哦 還要給大家推薦一件就是 扎頭髮這件事情 我們平常不是要出門 就是總覺得 哎 頭髮怎麼摘都不好看 其實後面你隨便怎麼摘 無所謂 不用care 然後 你隨便捲一捲 隨便怎麼摘 拿個小夾子 拿個小夾子 隨便一別 就是那種零萬美 就是那種零萬美 然後前面 就撓 只要撓 撓 再撓 多撓一點啊 撓一點這個 把這個地方擋住 因為很多人不會就是說 專門去撓一個八字的那種 那種 我是屬於偏龍虛嗎 就是那種八字的一片就是像 那種 那種那種那種頭髮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形容 然後 那我們不去撓那種的話 平常又不會打理 那就放下來 就直接這樣放下來 然後頭髮這個地方 稍微 就你也不用 不用刻意給他拉的 那麼澎澎的 我們要追求自然感嗎 我們要追求的就是 又生活 又好看 沒有刻意營造 我是個美女 他們甚至把我的門給我關了 他們嫌我太吵 我的鄰居們嫌我吵 把我的門關掉了 你要不經意流露出 哦 我是個美女啊 然後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留一點點 如果你有捲發棒的話 稍微 夾一點點 給他 就是 你拿你的捲發棒 不是捲發棒 就是你的指板夾 這樣子夾住他的頭髮之後 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夾 你這樣子夾 夾完之後他就差不多 會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弧形出來 哎 這個時候你就擁有了 你的小八字 所以今天的直播就先到這裡了 哦 好玩了 哦 我忘了 我忘了 完了完了完了 最後一步就是 併妝 我有的時候 不會 用這個 用這個粉 就是晚安粉 這個是叫晚安粉吧 我用還蠻久的 然後 然後就是 在這個地方 這個一定要扣你的梯子去啊 就是這個粉 它要打的是你的梯子去 因為它比別的粉白 我們 這個我在拍戲的時候我會用 因為它很白 它尤其是在你的梯子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比這個旁邊的地方白很多 包括你的下巴 包括你的下巴 但這個不要用全臉 會顯得你的臉好白 然後你可以在你的眼鏈底下大一點 就是把剛剛的腮紅跟你的眼影都不為那個分 分開 提個提個亮 這個時候你再去上你的散粉 最後一步 你的定妝 看到沒有 就是這個地方會白很多 白很多了 化妝化脖子 化當然要化 我化脖子有一個東西 我今天就不化了 我還要洗好麻煩 這是正常的 這是我也用了好久 這散粉 我的脖子當然有兩個顏色 我在化妝啊 然後 這是普通的散粉 定一下妝 把你的妝 有些小細節你該定的全都要定到 包括兩邊 因為夏天的時候你會出汗啊什麼的 你全部都要定的 有的人就會突然啊 然後我就哪兒露出來 我塗哪兒就好了 然後脖子 我有個東西可以推薦給大家 就是不願意 不願意化脖子的 我是今天不願意化 但我可以給你們拿來 就是有個專門塗脖子的 他突然之後脖子會跟臉一樣白 我要去 我帶你們去尋找一下 我去找一下 我來看你看我看你看到 我去喝了 我們這有 我們有上菜嗎 有 沒有 沒有嗎 那這樣也不是動了嗎 哦 我動了一點 最近有人說我畫的臉上畫的真是鬼一樣 歪了嗎 沒的還差一點 就是 这个东西 他 回来 我没有合租室友 因为晚一点你们就知道 他是我的邻居 他们都是 我这栋楼的业主 只有我一个人是租户 然后这个 而且我没有打光啊 这次就全部纯日自然光 可以可以感受一下就是 纯自然光 我没有打光 没有打任何的光 这个你们也可以看到纯自然光 像我也不知道这个纯自然光打出来 我会是怎么样 就这我给你们涂一点意思意思吧 我实在是懒得 这个但是这个也要用卸妆的 就是 就是 你们看啊 这个倒是 一点点就够了 啊 咦咦 他不会 他有一个优点 他不会把衣服蹭 对 我在我的飘窗上纸 说着说着不涂还是涂了 看现在就已经 颜色就会很大了 这样就会比较自然的一个晕开 这个东西不可以直接涂凉 不要涂凉 然后很多 我一定要在这里提醒你们一句 就是你们很喜欢化妆的那个小伙伴 这种东西啊 你们化妆不要只化前面 脖子根 后面 你们别忘了涂 好吗 答应我 好吗 以后都记得 涂上 要不然 你前面 白不拉几的 印有头后边 黑咕隆咚的 那化妆是涂什么呢 要注意细节 耳朵跟这儿涂我 脸的话那么好看了 你差这么一点吗 对吧 你看就是吧 你看这样子 颜色就顺大了呀 这就 调白了呀 要学会做精致的女孩 既然要精致 就要精致到细节 对吧 我给手机充火电 然后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拜拜 我给手机充火电